差不多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挑一个淡淡的 这是他讲的 淡淡的 粉红色 挑淡的 刷牙盘子可以了 就得原地 看到没有啊 还是得原地 按个属红 原地 然后逼尖 再继续 还接着有个达 你看 一定要不浪费 你是不是挑了心里啊 哎 行了 差不多满意了 可以哈 来看一下 今天是一个倒影哈 来看没有啊 你颜色挑好了很漂亮 非常漂亮哈 你挑好的颜色 挑不好颜色 就不美了 这样哈 就随时去变 好了我坐下吧 还是我坐 我还是坐下来啊 哎 坐下来啊 我就写下 哈哈哈 我写下 这样可见吗 对 对 好了 大家看着正硬后 看着 得修形式哈 哈哈哈 你看原地不动了 挑颜色很干净的 是不是啊 这是浅色的 你可以继续调 你怎么调 怎么画都可以哈 到这一笔 到这笔以后呢 我们再画第二笔画 听着哈 因为我们光区这样不行 我画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因为再画一笔光刷了算笔也不好啊 大家看这一笔 这是朝这个方向的 这是朝下的 一样的哈 这个书都很关键 你画慢了一次 画不好 你看看这原地 很干净的哈 你这都搞 都都是颜色 不好画的 这是接雨啊 啊就是 你这接有了问题 这就是好干净 你看 我们的浓墨 颜色 好浅的 嗯 到这不以后呢 我们再刚才讲过了哈 用白的和这个红的 挑一个 稍微偏深的 听着哈 稍微偏深的一点 这个 这个 我看一下吧 嗯 做的不行哈 这就好了 有红色 然后呢 再去逼尖呢 喊一喊 再上点儿 鼠红 但是有浓在练化 没浓在练化 不行的哈 你这样开始 看这地方哈 一鼻一碾 看没有啊 哎 它是拖动的啊 哎 它是拖动的啊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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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冬天点在这儿 刚才我讲了哈这个地方你想办法把那个点呢 几乎缺口还得有变化 它不是画一个地方啊 好多地方都找着画 然后都得比之后我就开始用颜值 颜值都一直没用啊 颜值颜色花最深的地方 大家看到 这是最深的地方 我们那个花蕾呢就赶在里面去 这地方再加一下 这地方平了 这花蕾开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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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蕾开了 来上开了 我们的地方 咱们确实不有结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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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地方不是省不下去吗 这样也省下去了 这个省不有花蕾开了哈 这个省不有花蕾开了哈 有变化了 这里面可以画得碎 周围不有花蕾了哈 这个画 没有周围的颜色 这个量是透过来的 知道我意思吗 有周围的颜色 趁着中间的量往上跳 这有关系哈 本道理也就这样的 再仔细去琢磨哈 能不能像一个词 要速走 走一个时刻 你希望速度有立体 看它漂亮 后来画的时候 它的奏性和它有区别 真的吗 这长一点 把这一短一点 看不见 可以好看了 画心灵 你怎么想着怎么画 为什么这地方有画呢 就这里 说话许 这地方呀 是的这一画 也不烂了吗 是吧 到底是一样的哈 这是画 这是画 你应该就这线 那和花卉下面 这个影子 拖影哈 画拖影的关系 不能传织 这地方再加一下 如果兄弟加到这地方你需要加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加一下 它用鼻的方法好多,怎么用鼻就行 但是你这个行啊,鼻默管系的油 没有鼻默管系,没有色彩管系 这好,画出来的很丑的 这是前面的画 那后面的画呢,刚才我讲的,我要画的黄的 第一步首先用白的 用白色和藤黄调一个浅粉黄色 调一个粉黄色,这颜色比较浅的 这时候呢,鼻尖这点黄的,把黄颜色摆成这个色尖 亮的,灰的,挺深的,鼻尖干什么东西啊,炸颜值,就不然说红了啊,炸颜值 这是我直接就可以画了,这里面嘛,这里要在一起平着,那我在这儿画一个移酥 那看到没有啊,颜色又变了啊,原来不一样了 这里面的这个花被它盖死了 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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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暗部是实的 这不就是那个,那个,胭脂啊 这得调一点点,嗯,好不好 这边后的露一点点,这个感觉啊,这样 那这都画了啊,这地方成一条线了,看到没有啊 嗯,你怎么把你破,转一下破,破一笔哈 是不是啊,破一下 这是这种关系 这个呢 它有一个方法,是勾线的形式 对大家的摆描,你得学会的啊,就是摆描就是光光线 你看,两个花是红的,一分解呢,就一个花后给它剪一下啊 这后面就可以再再画一遍,你看 我的预光看这儿了,我再画一遍,它冲起来了 行不行啊,不允许啊 再画这地方和它冲起来,平行了,所以现在不能画了,听了没有啊,我不能画了 我只会怎么呢,先画叶子 画叶子之后,再去画 后面叶子画画,啊,先放这儿哈 因为这五股票是好蛋的画画呢,但是它看那个面积大 嗯,做这画,我看许战老师讲的小指那么一点的,才可以做这画 Write this, it's alright 看这儿 Tyrk,你怎么看的看起来呢 你是不是要花青 所以我们花期发高了以后 完全这个绿色也不用了 才用墨 这以后的手法 不改不改 现在是介义 我用藤黄和花青 全有绿色 我讲为什么不用太新兰呢 太新兰的颜色好不好好 很鲜 但是我们的叶子 需要让它沉一点 沉着一点 不要让它鲜了 鲜不好看 大家看到 这是鲜黄 是花青 我们调的颜色 浅的 我们有织绿 调一个绿色 调一个绿色 调好之后 差不多了 在墨壁里面 就准备积色 这个积色 积出颜色 敲之后 大家看一下 一肩站浓的 墨必须在边上打色一下 这我讲过了 怎么办呢 我换个话 走啊 离它远一点 一笔 两笔 三笔 三笔关系 一笔 两笔 三笔 舱里面去了 一笔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样的关系 用笔 少快点 不要太慢了 慢了以后 可以阴 不好看了 叶子很难画的 哎 这花就 我好不容易画平了 我再带着吞黄 调一个浅绿色 有时候你可以这个绿色 带着那个小湿色啊 多住笔后 我们呢 还是一个绿色 点墨 来看看啊 我喜欢这样画 我把这方法不一样 变逼 哎 看不 这样走 看这个逼方便哦 我不是指甲 哎 有方种 这样走 你看一逼的变化 就画得 不要很顺利的啊 而且它呢 又是S型 可能没有是S型吗 对吧 这种关系啊 在这些绿色中 让它记住之后变化 这个呢 好 我从这走 这样 既不能靠平行 我这不小心 我从这 平行了 那不对的哈 那现在我再 勾了一下 转低 转过来 它是跟它联系的 知道吗 它找了一个这一树的 这一树呢 我们可以从上面 知道吗 编这一树 也编这一下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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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不住以后能三绿再加个三绿啊 这是一部作品 这个花蕾呢 仅仅让它稠一点 就说厚一点 为了海洋风睡得太多 不好看了哈 这样子 大家看一看哈 我现在先把枯叶子 先够浓的 和无淡的哈 好 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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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吸锅的过程,我们要破墨, 破合原来的墨色,变成了鲜的感觉。 这地方钩的时候,有些画家喜欢用烟的钩, 怎么不用烟的,大墨钩吧? 烟的钩有烟的,马上就感觉很鲜艳, 感觉画面太,太删了,不好看。 一个叶子变成两个叶子,看到没有? 这样,钩外围,里面不用钩了,这样的。 刀召比后,大家看到没有,叶子很少。 所以这个组叶子,三大九鼎是这一组的,看到没有? 这三个叶子,我转向下来,转向后边,刮到的地方, 是不是? 然后这是一组叶子,这是一组叶子, 那这地方呢,就说,刚才我讲的同学就是, 这个白,你不要心理堵丝,好吧? 堵丝的白,反正就不通气了,不好看了, 最好呢,就是,让它有变化。 在这一幕后,你再跟进画面需要,你再补一补, 再补一补,还坚信的, 不ekk pie,全堵丝了。 有的白,看到有小白还漂亮。 这地方再看一下 对面 转了一个叶子 送到地方过来 看没有 你看这个空间 这个巧知 是不是 不这样画的话 画面感觉就太慢气 稍微画一点 画面就好看了 这些都这一步以后 非常谨慎 不要再画 画不和又画满了 可这算是散掉了 哪儿多哪儿少 就需要联系了 这地方就是一个空 空怎么办呢 空我们画一点 那个老盖 就是那个杠杠 除那个老盖的感觉 但是有景性 可以画面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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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空白啊 我就跑坏了 跑之后用一点 黄色 胭脂 来看一下 点一下啊 它是两个四组成的 你这三个连一样不一样 不要那小的啊 所以咱现在逐步都不再点了 修养了 你懂多少火多少 你这样以后有干有湿 它都很湿的 水分很大的 沾出一个很干的枝子 它那个本身是一个什么 一个对比色 一个对比的关系 到这以后 咱等着地方干了 干以后就可以 提款了啊 就一段话了 这话就不动了啊 那休息 已经超前了 那休息 这话就不动了 就不动了 感谢观看